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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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百年真相》 2022年底 又一場大瘟疫 像颶風一樣橫掃全中國 一批接一批中共高官染疫去世 其中 生前換了許多零件的 政部長級高官高湛祥之死 引發大量關注 為什麼呢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 這背後是否有什麼不為人知的秘密 2023年1月2日 新華社報道 中共文聯原黨組書記 副主席高湛祥 因病於2022年12月9日在北京去世 終年87歲 新華社的報道沒有講高湛祥 因爲什麼病而死 但是2022年12月11日 中共全國政協副秘書長 朱永鑫在悼念高湛祥的文章講 疫情前的他仍然精神絕數 思維敏捷 聲音洪亮 完全不像一個病人 沒有想到這麼快就離開了我們 疫情前還活得好好的 怎麼轉眼就沒了呢 輿論普遍認為高湛祥可能死於感染中共病毒 新冠肺炎 朱永鑫的文章還透露 這些年來 高湛祥一直在頑強地 與病魔作鬥爭 身上的脏器換了許多 他細稱許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了 高湛祥將移植到自己身上的許多器官 稱為許多零件 降得非常輕鬆 但是一個健康的器官 或許涉及另一個人的生命 許多健康的器官 或許涉及許多人的生命 高湛祥死後 網上質疑聲不斷 很多人在問 他身上到底移植了多少器官 這些器官是從什麼渠道來的 他換的許多零件到底是誰誰誰的 是在哪些醫院換的 是哪些醫生換的 換這些器官花了多少錢 像高湛祥這樣換了許多零件的中共高官 還有多少是否與活摘器官有關 因為中共政治不透明 這些質疑我們很難從中共當局那裡得到答案 但是我們可以從其他渠道探索答案 如今中共高官大多都很長壽 活80多歲90多歲的很常見 活100多歲的也不在少數 這些人之所以長壽 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吃的喝的 房子車子看病養老都享受特供 逃亡美國的億萬富豪郭文貴 曾在2017年爆料說 中共高官的器官也享受特供 他們可以換器官續命 活摘器官按需殺人 郭文貴披露 前中共黨魁江澤民的長子江棉衡 先後換了三四肾殺了五個人 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 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 為他的母親換肝又換肾 孟的妻子也換過兩次肾 這些器官都有孟的心腹孫力軍 從獄中找囚犯配對 殺人取器官並一度殺錯人 郭文貴的爆料是真的還是假的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紀委書記魏健行的撰稿人 王友群博士認為 這個爆料很可能是真實的 2017年中共十七大召開前 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 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 派他的兩名最重要的親信 時任國家安全部紀委書記劉彥平 和時任公安部一局局長孫力軍 同時到美國跟郭文貴談判 從郭文貴發布到網上的秘密錄音 可以聽出 劉彥平與他談判是為了阻止他爆料 劉彥平奉命開出的條件非同尋常 這些條件包括 1.劉彥平承諾送郭的妻子女兒到美國 與郭團聚 2.劉彥平承諾親自陪郭的女兒 到香港辦理赴美簽證 3.劉彥平承諾安排兩名下屬 專程陪郭的妻子女兒到美國 4.2017年5月1日 郭的妻子女兒在劉彥平安排的兩名 國安官員陪同下順利抵達紐約與郭團聚 劉彥平奉命開出的條件還有很多 時間關係我們就不一一列舉了 要知道當時郭文貴是中共通過 國際刑警組織發出紅色通緝令 緻拿的要犯 從劉彥平不敢怠慢要犯 還開出豐厚的條件看 他的主子孟建柱百分之百有把柄 落到郭文貴手上 當時在華盛頓的孫力軍 急切地想見到郭文貴 聲稱不見到你不死心 郭文貴問孫力軍 帶的幾個人可不可靠 因為我們會談到91本 腐敗問題證據涉及到的一些內容 包括咱們孟老闆的一些事 談了以後安全嗎 孫說談到核心問題的時候 只有咱倆一對一的時候可以談 最終因為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阻止 孫力軍沒有見到郭文貴 孫力軍被錄下的電話錄音也表明 他的主子孟建柱百分之百 有把柄被抓在郭文貴手上 對於郭文貴談到的活摘器官 案需殺人原中共衛生部副部長 中央保健委員會副主任 黃傑夫的自貢 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佐證 2013年3月 黃傑夫對廣州日報記者說 我2012年做的肝移植手術有500多例 11月到廣州做的那台肝移植手術 是按照中國標準公民自願捐獻的首例肝移植手術 大家聽了有沒有覺得毛骨悚然呢 這就說明之前黃傑夫主導的所有肝移植手術 供肝都不是自願捐獻的 2013年5月 黃傑夫對美國廣播公司ABC的記者 史蒂芬·麥克唐納說 他已有兩年沒有從死刑犯身上移植任何器官了 也就是說從2011年5月開始 黃傑夫就沒有使用死刑犯器官 那麼2012年黃傑夫在11月前做的近500例肝移植手術 使用的肝臟既不是自願捐獻的 也不是死刑犯的 他們是從哪裡來的呢 合理的推論是來自活摘器官 2013年11月5日 香港《鳳凰周刊》發表長篇報道 中國人體器官買賣的黑幕 文章寫道 過去十年赴中國器官移植旅遊盛行一時 高效的不可思議的移植手術屢見報端 據廣東醫師報道 廣東省器官移植中心的陳規劃 在當院長後 依然每周要做四五台肝移植手術 而且手術一般選在晚上 僅2005年一年 他就完成246例肝移植 累計達到1000例 這樣算來 陳規劃幾乎每天上班 都要處置一名死刑犯 而這名死刑犯的器官類型 剛好跟陳規劃當天病人需要的組織匹配 天下哪有這樣巧的事天天發生呢 文章說 像陳規劃這樣幾乎天天處理死刑犯肝臟的移植大王還很多 天津東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 武警總醫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長沈中陽 早在2005年3月17日就完成了1600例肝移植 居世界前列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服屬人技醫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強更是自白地說 對肝移植我是著了魔的 我現在簡直像上癮一樣 每周至少做二至五台肝移植 失敗了也不怕 認真總結分析 第二天就會繼續做 他哪去找這麼多死刑犯呢 文章繼續寫道 由於器官移植要求時間短 匹配難度高 在世界各地都是病人等器官 一等就是好幾年 據美國衛生部報告 在美國等待肾平均需要1,121天 肝796天 心230天 肺1,068天 移植501天 在2000年前的中國移植界也是這樣 然而2000年後 特別是2003年至2006年4年間 大陸移植數量呈現 蘑菇雲氏的巨大增長 由於器官來源充足 等候時間也大大縮短 國際醫學專家 根據大陸器官市場的奇異現象分析 認為大陸一定存在 龐大的地下人體器官庫 甚至活體器官庫 就是有事先都移植好血型和做好相關資料檔案的活體器官供應者 在市場上獲得器官需求之後 這些活體器官供應者就被送入醫院屠宰場 只有這樣才能保證 器官市場上隨叫隨到的超短的等候時間 2017年11月15日 韓國最大日報社朝鮮日報旗下的TV朝鮮 也播放了該台製作的紀錄片《調查報告期》 《殺了才能活》 紀錄片是在對2萬名赴中國移植器官的韓國人 調查的基礎上製作而成 這部紀錄片說 韓國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約3萬2千人 韓國患者赴中國接受器官移植始於2000年 中國醫院開出的價碼是 甘移植3億韓元約合200萬人民幣 腎移植2億韓元約合134萬元人民幣 中國具有器官移植手術能力的醫院有169家 韓國人經常光顧的有8家 其中一家醫院3年為3千名韓國患者做了移植手術 這3千個韓國人移植的器官來自哪裡 紀錄片專門談到原遼寧省錦州市公安局長王毅君 發明的腦死亡機 這是專門用於做活摘器官的 2006年3月 一位名叫安妮的遼寧蘇家屯血栓醫院的前職工 冒著生命危險 向國際社會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黑幕 之後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 反對強摘器官醫生組織 倫敦獨立人民法庭等 以及一些專家 學者 律師 記者 進行了大量的獨立調查 證實中共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而這樣的罪惡還不斷在中國社會蔓延 受害者從法輪功學員一步步擴大到藏人 基督徒 維吾爾人 其他良心犯 甚至是大量離奇失蹤的青少年 當今 許多中共高官特別長壽 有多少人和高占祥一樣身上換了許多零件呢 他們又欠下了多少活摘器官的血債呢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了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